他们供出的幕后老板 是个新加坡籍男子 我们也在现场找到一副有杜树的墨镜 救杀了叶丽娜的凶手 为什么把她的尸体藏在墙壁里 就要有余文光的尸体丢在厕所里 墨镜男就是余文光 如果余文光真的没死 我一定会不惜一切把她揪除 余轩受伤了 你知道吗 余轩 余轩